古诚 老师 文文大哥 来 来白天了吧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今天来找你 是要问你一件事 你先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马上看看就知道了 这是一些票据和账本 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吗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可以找我们公司的财务问一问 晓鸥 你千万不要问你们公司的任何人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你们公司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问你们公司的任何人 那我们公司的东西怎么会跑到你的手里呢 这你就不要问了 晓鸥 你一定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否则你会有生命危险 知道吗 喂 董事长有一位徐中天先生找您 谁 徐中天 就说我不在 好的 来 对不起 董事长没在 靠边 走 怎么着 妹夫 当了董事长 连我都不想见了 没没没 想你呀 好久不见啊 甚是想念 怎么样 最近到哪儿发大财去了 谢谢你看得起我 只不过呢 说错俩字 我不是发大财去了 是躲大债去了 那你怎么看路面啊 你不怕人家发现你啊 怕呀 怎么不怕呀 要不咱们躲这么长时间 那你再躲躲呀 现在好了 我这不是有你吗 我的好妹夫啊 你也真行 当上了董事长这么大个事 也不告诉我一事 咱俩 好歹也是一条身上的蚂蚱 这董事长当得比较突然 你找我什么事 是 是 天君 我知道了 天君又在催1116案了 那个无名男士的身份 是不是还是没有什么进展 对 是不是人手不够啊 要不我给局里说说 从局里抽掉几个人 算了别吊人 都挺忙的 我再盯紧点 别这样 最近 没怎么去医院吧 你给林医生说说 别让他老打电话到田区那 谁说我没去医院 行行 我不管 反正我告诉你 身体很重要 工作要做 案子还要破 病理得去看 你们有个好身体的东西 行了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你别管了 我问个 最实际的问题 你跟林医生 发展到什么程度 什么发展到什么程度 你不是看见了吗 我一天到晚都在这里 是啊 这事也很重要 什么事都能碰案 你再说吧 嘿 还没说完 你怎么走了你 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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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没有什么进展 手机修复工作还是老样子 我看够呛 催他们呀 催了 可这技术上的事 咱是外行 那不行换个地方 行 另外小树林附近 我俩走访了几次 可是也没摸到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好 好 行 爱皮了吗 哥 咱不能总在这儿瞎等 咱啊 咱们再抢一把怎么样 抢个三五百万 咱俩就远走落飞 等萧柳什么时候出来 咱俩再来找找算账还不行吗 你都说句话呀 不能在这儿上党了 明天 还得去找萧柳 还去找他 怎么样 一切正常 爸 来了 您好 我来看您来了 爸 给您老汇报一下 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开过了 大伙对我当代理董事长 还是比较满意的 爸 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这么多年来 对我的悉心栽培 真的谢谢你了 现在当了代理董事长 对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打算谈不上 我只能沿着爸爸制定的方针和政策 走好每一步 做好每件事 让咱们公司越来越好 爸 您就安心在这儿养病吧 什么时候好了 我什么时候接您老出院 好吧 好 谢谢 王毅今天不在 知道我给你做了啥子吗 茶子粥啊 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喝的粥 那个时候家里穷 熬的是喜糖挂水的 你看今天 熬得多臭湿 好 来 尝一尝 怎么 不喜欢我做的吗 我从小就不吃这个 你是知道的 你看 小孩挑食呢 那是小孩的 你说你都这么大的人 怎么还挑食啊 将来我们要是有孩子了 怎么教育下一代 来 我吃了胃疼 我跟你说 我小时候啊 要能喝上这个茶子粥 就算是过年了 你胃疼 那说明你不饿 你说你们这么有钱人 怎么这么多事啊 我跟你说 这是我熬了一个多小时 再熬出来的 你要尊重我的劳动成功 咱们今天喝不完 明天接着喝吧 明天喝不完 后天接着再喝 直到把它喝完为止 不能浪费 那你以后就今天吃这个吧 天天吃倒是没这个必要 我们挣钱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把日子过得更好吗 试不试地吃好它一两顿也行 也不能天天吃啊 但话说回来了 不能忘本 你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人啊确实不能忘本 是 市场开发部经理 市场开发部经理 妹夫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原来好歹也是个副总啊 行了 先不说 坐下说 你给我说清楚 我是代理董事长啊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你有情绪 也是 你对咱们 许事集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那谁让你回来的太突然了 目前就这一个位置是空的 我不瞒你说啊 前段时间这个杨董事 准备安排一个人 愣是让我给挤掉 怎么样 没法够意思吧 我一定找个机会 跟董事会提出这个事 让你重新回到副总的位置上 那我还等到什么时候 不行了 现在你就找他们谈起来 给我恢复原来的位置 你这个人哪 晓鸥 来来来来 晓鸥啊 中天从今天开始回集团上班了 你呢 就做他的私人秘书 怎么样 妹夫 你没骗我吧 真让晓鸥 做我的私人秘书 难道刚才我是放了屁吗 你要觉得不满意可以 我让人是布在林调人了 怎么样 不不不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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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1116案 就停到这儿了 吴大远和他那个神秘的同案犯 就这么销声匿迹了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如果说1116案 是一般的抢劫杀人案 那罪犯得手之后 有可能害怕暴露自己隐藏起来 可是1116案以后的一系列事情说明 这两个人不是一般的抢劫杀人 他们是有目的有计划的 是啊 我也这么看 他们会不会留存到外地去 或者说他们在寻找新的目标 反正我感觉啊 这种平静 可能会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 林阳 前一段时间 大家想是不能留太近 案子又没什么突破性进展 我觉得现在案子到了关键的时刻 应该给大家鼓舞劲 你应该开个会 跟大家说说 你给大伙说说不就完了吗 我待会儿还到局里汇报呢 我说什么呀 我是副队长您是队长 这会得您开啊 你先开会 待会儿跟局长回报 那部手机秀怎么样 昨天我和刘振又去了一趟移动公司 他们说还得再等等 必须把那个人身份搞清楚 对我们下一步公布非常重要 好的 那就这样吧 好 大家再加一把劲 你说那些票据和账目 他跑哪儿去了呢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跟你讲啊 那些票据和账目 不暴露则雨 一旦暴露 这可就是大事 哎呀 你说 会不会让警察找着了 美风 你跟警察局熟 要不 你到刑警队问问李锐 这段事能问吗 陪你说的说口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呢 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我想早点休息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哪天心情好 我想再说一遍 请你出去 王婶 王婶 啊 小姐 出去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我不喊你 你不要过来 出去 王婶老了 我准备换一个年轻的 陈志远 你是不是觉得爸爸现在住院了 你代理了董事长 你就可以在这个家里为所欲为了 从今往后 不能为所欲为的是你 许鹿 许大小姐 行 我给你买了瓶香水 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这味儿 你闻闻 干嘛你 神经病啊 给你香水啊 行 陈志远 你怎么好久没来啊 我最近家里有点事情 那就坐在那歇会儿吧 好 我们再说着好吗 好 您忙 行 就是嘴上啊再给点劲 您也是接一点的事 舒展一点 那就来吧 好吗 来吧 我说驾马 催了半天 到底也催着了没有啊 虽是求本公之三种 只是不能以本公祖之一世忘 票据和账目的事情都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 有什么作用 是投资公司最近两年以来 一笔秘密的账目 上面有三千多万被作为投资划走了 不知去向 什么 三千多万不知去向 对了 洪川大哥 我想这些票据和账目 对你来说也没什么用处 你能不能把它给我 给你 我想拿它做笔交易 什么交易 我一直在调查我父亲车祸的事情 现在公司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一些内幕 谁 陈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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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你这双睡望望的大眼睛 我就想 如果你能成为我的太太 那是我最大的幸福 虽说当时我是一个小小的职员 你是亿万富翁的千金 但我不认为 我是一只赖蛤蛙 你现在 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你还想做什么呀 你说 夫妻之间能做什么 我们现在还算夫妻吗 算了 算了 不但是夫妻 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的夫妻 算了 算了 老爸 今天好点了吗 怎么这屋还戴着墨镜啊 没有 咱们开车的时候再刺眼睛吧 汤给您熬好了 这是怎么搞的 我不小心撞了一下 你说你多大了 慌慌张张的 以后不管什么事情 别自己跑来跑去 你让王永迟和老汤帮你骂 我知道了 爸爸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什么事 我想跟陈志远离婚 离婚 怎么 他欺负你了 也没有 陈志远这种人 我就是不想跟他过了 我知道 你和陈志远结婚这么多年 受了不少的委屈 可是 爸爸我老了 身体也不和 说不定哪一天 爸 你听着 有个陈志远在你身边 总比你一个人孤苦伶仃要好得多吧 爸 我不许你这么说 我不许你这么说 你不会有事的 爸爸 是 先喝个汤 爸 要不要换一首曲子 那我们继续好吗 你是不是非常怀念自己的童年 你是不是非常怀念自己的童年 就是为了走出那座贫穷 落后 避赛的大山 但如今想起来 我却很怀念 你的老家在哪里 三岗县 我们那个老家呀 是川波种子 秋收桃 一件破坏 穿架破 我知道 山岗县是全省有名的贫困县 那你知道 有名的贫困县里 最有名的贫困村 是哪里吗 就是我们小罗村 当年 家里人为了供我上学 爷爷 卖掉了寿菜 姐姐 嫁到了邻村 嫁给了一个 比他大十二岁的男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为了两千块钱的彩礼 两千块钱的彩礼 为了供我上大学 其实 每个人吧 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 无法选择 我也不是在抱怨 我家庭的贫困 这反而成为我前进的一个动力 你知道到现在为止 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我没有报告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学府 其实当时我的成绩非常好 我已经超出清华北大他们录取线的十五分 但是我有一个心理障碍 我怕有闪失 因为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重赌 所以 我才报告了 分成大学 感谢你跟我讲这么多 今天就先这样 小王 把陈先生的药给我拿过来 我把陈先生的药给我拿过来 是我给你开的药 你一定要按时服用 好 小陆 小陆 把你的眼镜站下来吧 我早就看到你脸上有伤了 这是谁干的 是不是你丈夫干的 这个混蛋 你被判刑以后 你被判刑以后 我到监狱看过你 可是你不肯见我 我一个人走出监狱 从监狱里一出来 我就大病了一场 住进了医院 你不肯定 爸爸当时在北京 跟客户谈判 没有办法回来 于是就委托了 陈志远来照顾 你不知道陈志远 对我的照顾 是多么地无微不至 我记得我一次又一次地 把他赶走 他第二天 又微笑着站在我的病床前面了 他太善于伪装了 他就这样骗取了父亲对他的信任 还有我对他的同情 于是我就这样被他迷惑了 我就给你写了那封信 你还记得吧 信 我 我从来没有收到 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啊 你说什么 我可以对天发誓 如果我说谎 天打雷劈 我绝对没有收到 你给我写的什么信 陈志远欺骗了我 他根本就没有把那封信寄出去 你在信上都说了什么 我在信上说 如果一个月之内 收不到你的回信 我就结婚嫁人 如果收到你的回信 我就一直等下去 现在还说这些 有什么用啊 你放心 陈志远 再也不敢动你一手指头 你没有 我去找看你 我来不敢动你 还要带某个人 我去拿你 当你拿拿走 来 不行 你会去拿你药 人最喜欢的就是 手识手信用的人 我也是 我这个人最欣赏 说话算数的男人 是吗 小嘴真甜啊 那得看对谁了 对别人我可不这样 我只不过是一个打工的 我知道您是为老董事长打工的 不过您是他的女婿呀 这公司早晚不是你的吗 真会说话呀 净挑那些我喜欢听的话说 行 你跟我说的那个事 我会给你办的 真的 那我敬您一杯 好 我说你办的事 你去哪儿 我出一半的事 我去哪儿